大名积极可威时,身为文臣的孙传廷主动请应,去陕西剿灭农民军。孙传廷在陕西榆林建秦军,先与闯王高盈祥在紫武谷的黑水域激战四天,大获全胜,申请闯王高盈祥。 清军攻入长城,名将罗相生战死,崇祯皇帝对手握重兵的孙传廷新生忌讳,重用红城仇,而冷落孙传廷。 后来将孙传廷下狱。不久之后,李自成又死灰复燃,其他明军都战败,崇祯皇帝不得不重新启用孙传廷剿匪。 孙传廷刚刚上任,崇祯皇帝就急调他救援开封,在崇祯的催促下,带着大名最后的一副家当集援开封。 他与李自成在甲县激战,起初大获全胜,但因军中无良,被迫撤军。 而李自成趁机大战孙传廷,明军大败。 李自成紧接着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孙传廷,孙传廷栗战而死,十年五十一岁。 崇祯却认为他炸死潜逃,没有给予赠英。